雕叉湖畔 水草蟹肥 小螃蟹 大产业 我这手上的呢 这个是一个母蟹 母蟹我现在打开之后 看到的是一个满黄的状态 榔头蒸馅 芳香四溢 今天两千个香的话 应该整体小吃的话 应该有差不多预计五百万吧 一壶好水 予一池好蟹 和蟹之香 做一锅狐仙 当地的创业者 如何利用当地水产资源 做出新财富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湖北汉川 大家好 我现在呢 是在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的 虾股大市场 这里是湖北省最大的 和蟹交易市场 被誉为了和蟹之香 目前入住商户有137户 眼下正是河蟹上世纪 今天就带着大家 一起来感受一下 丰收的场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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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汉川市 因汉江横贯全境而得名 素有鱼米之香 汉江明珠的美誉 汉川的水资源丰富 气候宜人 为和蟹的生长 繁育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形成了汉川和蟹 青壳 白底 金毛爪 各大 肉鲜 味道美的独特品质 被誉为中国和蟹之香 汉川和蟹养殖历史已有近50年 产值占汉川鱼业产值总量的60%左右 我在这个水厂大市场的门口 看到了一张牌子 上面写的是 汉川市场线路发车时刻表 大家看 这有北京线的 有广西线的 还有我们广深线的 对 这就是我们汉川和蟹 驱送到全国国地 批发市场的一个时刻表 这个表很重要 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 我们汉川和蟹 要保持新鲜力 送到全国国地批发市场的 批发市场的批发 那么你12个小时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进行航空公司对接 用飞机的驱送到偏远的省城 进行批发 汉川市水产大市场 自2017年建成以来 经过多年转型升级 逐步建成 以小龙虾和蟹等水产品 为主体的综合性水产市场 每年11月初 螃蟹上市接近尾声 可水产大市场里 依然是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我看我们这边的螃蟹 有这个三宫四宫 最大能达到多少呀 最大的是六两的宫蟹 六两的宫蟹啊 对 六两的宫蟹 头一次见摸一摸感受一下 它不会夹人吧 不会不会 从这儿 六两啊 确实挺大了 您看看这螃蟹 那我们这边 平均每天能够产出多少呢 我这里平均 一般情况下的话 都是收七千多斤 今天收了七千多斤 那我们最高的时候能够 最高两万五千斤左右 两万五千斤 最远能发到哪些地方 最远的是 发那个西双板蜡 然后还有黄尘港 然后像什么 经常发的地方就有 有福建 广州 深圳 上海 北京 那我们这种不同规格的 像这个母蟹和工蟹 它的价格都是怎么样的呢 工蟹现在的平均价格 在二十八块银金左右 母蟹的平均价格在 四十七八块左右 圣明首要拿的这个六两的 这个大蟹 能达到数二千一个 这个花到三十五块钱一斤 水产品大市场内 商家们都忙着将螃蟹分类 捆绑 打包 快递小哥和货运汽车不断穿梭 将汉村螃蟹运往全国各地 我看您正在点货啊 看看这有浦宁 昆明 长沙 盘景 盘景不是有这个河蟹吗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季节呢 盘景的河蟹基本上已经收尾了 然后呢 我们汉村的河蟹正值这个 品质好的时候 那么呢 我们汉村的河蟹就往 盘景那边发 来供盘景的这个老百姓来使用 我看这个还有这个昆明啊 等等好多地方 今天一共发了多少 今天大概有个两三百箱吧 就是我们都是打着冰块 用泡沫箱 然后通过我们的物流 直接发到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上 那今年这个河蟹的收益好吗 今年呢 我们汉村的河蟹了 都大丰收了 不仅是我们赚到了钱 而且养殖户呢 也都赚到了钱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可以看到我右手边 这只螃蟹大不大 503克 这是我们汉村的这个蟹王 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 是这个蟹后408克 为什么能产出这么大的大大蟹 源自于我们汉村叼叉湖 这个优年的水质 和我们的土壤环境 他叫曾亚鹏 今年30岁 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 7年前 他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待遇 毅然回到家乡 接过父亲水产产业的建立棒 成立合作社 从事河蟹养殖 技术服务指导和电商运营 这一只的话有7两 7两 7两 像我们基地上面像这种7两 6两 7两 工蟹很多 包括母蟹的话就是5两 6两左右 你看这一只螃蟹 青壳 我们目前这个养殖场上的 规模达到了多大 养殖的基地有2600亩 每年的话我们螃蟹的产量 大概是260余吨 曾亚棚的螃蟹养殖场 位于汉川雕叉湖湖畔 雕叉湖是全国最大的 内陆形封闭式湖泊 也是汉川率先改养河蟹的湖区 作为我国重要的淡水渔业改革试验区 和渔业产业示范区 雕叉湖的每一寸水面 都注入了经济元素 以河蟹为代表的水产品 在这一地区小有名气 怎么来分辨说 它的高是满的 它的状态的肉质是好的呢 螃蟹的话有几个等级 你要吃到好的螃蟹 第一个看它的颜色 看这个螃蟹 它蒸出来这个色泽成红色 并且的话你再看它的底板 象牙白 证明这个螃蟹 它养殖的水源条件特别好 所以说这个螃蟹的肉质 它吃起来是那种鲜甜的 然后你再看这个后盖 这个厚度它特别厚 然后我们把它剥开 来 你看着 里面的膏子 非常的饱满 好 我这手上的呢 这个是一个母蟹 哇 母蟹我现在打开之后 看到的是一个满黄的状态 确实是一个满黄啊 哇 足足的黄啊 非常的饱满 怎么样 这个时候的这个河蟹已经 这个黄啊已经是一个实的状态了 对 它不是那种软啪啪的 不是那种空的 对 非常的实 而且它这个黄 嚼着嚼着 你会发现有一点 黏牙的那种状态 对 这也是跟我们养殖环境有关系 成熟的雕叉湖大河蟹 高肥豪满 鲜美可口 形成这种品质的关键 不仅在于蟹主的优良 更在于养殖户的生态未养 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蟹大小看水草 曾亚鹏养殖的河蟹如此肥美 离不开它对水草的养护 那你手上拿的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在我们地方的话 是叫这个灯笼草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 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牙包 这是叫灯笼草籽 学名叫轮叶黑枣牙包 我们把它通过人工管理啊 培育 然后去流肿 放到困箱里面发酵啊 这是全部是这个水草 你看上面的 哦 我看到牙包了 对对对 看到没 它就在里面流肿 如果是不放到网箱里面 就在池塘里面 它自然就落到那个泥巴里面去了 然后你就这样捞不起来了 相对于它是给螃蟹跟龙虾 提供一个栖气的环境 养殖螃蟹跟龙虾 它必须要种植水草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水草 它能够净化水质 净化水质并且对水体中 能够提高水体的荣养 所以对我们水环境去养殖这个虾蟹 这一款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然后我们合作社产出的这个牙包的话 我们每年的话 大概是能够产出个40万斤水草牙包 然后不仅是供应这个 全国的这个水草养殖 水草养殖行业 我们也投放到江河湖泊里面 运用到江河湖泊里面的 那个水环境治理这一块 因为这个水草牙包的话 它对这个污染水体的 过年的氨氮等于害物资 它能够起到吸附的作用 从而净化水体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水里面的这个宝贝 当弄草种于水里 既是河蟹的增长机 避难锁 又是河蟹的室内空调 环境净化系 同时也是河蟹的饭后甜点 它对河蟹的生长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 种植灯笼草 还能得到额外的收益 这个牙包最后清洗出来之后 一斤能够卖12块钱一斤 达到另外一个效益 额外的去征收的一个效益 然后的话 一畝地大概能够产出个 100到200斤 所以说额外的带来的经济效益 大概是1到2000块钱 这个是额外的一个征收 每年就是我们螃蟹 养殖的后期 有人忽视了这个水草 但是我们河蟹社的话 在后期也是非常重视 这个水草的管理 在去年 我们河蟹社一共都要销售了 差不多40余万斤 这个轮业黑色牙包 大概总产值是480万元 拥有一壶好水 成为养出一匙好蟹的最大秘诀 作为螃蟹合作社负责人 曾亚鹏通过在社园中 推广灯笼草种植 养出了高品质的螃蟹 这让当地养殖户们 得到了不错的收益 对此 养殖户陈海波 就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 我这手上这螃蟹真够大 我感觉有我一个拳头大小了 这个螃蟹有四两多吧 目前我们这个池塘有多大 这个池塘有八十亩 八十亩 产量能够达到多少呢 产量一万七八千斤 都最强线的 像今年我们的收益 大概可以预计能够达到多少呢 预计 今年的估计 整个池子的话 净收入三四十万吧 平时咱们就喂的冰仙鱼 从浙江那边拖过来的冰仙鱼 海鱼 然后再搭配一些飼料 玉米 这些东西进行投喂 吃扇鱼 汉川人最为擅长 在汉川马鞍乡 有个村子 名为狼透村 村里有一条主干道 道路两侧 餐馆林立 招牌上都有狼透征扇 这几个字 可谓一条鱲鱼 养活了一条街 王修刚 今年四十岁 养殖黄扇十八年 每隔几天 他都会将自己养殖的黄扇 送到狼透村的一些餐馆里 时间久了 他送来的黄扇 也让食客和商家们 暂顾绝口 我刚刚来的路上的时候 看到特别多的餐馆 主打的菜色 就是这个狼透征扇扇鱼 对 这是我们这边 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狼透征扇扇鱼 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说的是一辈子一道菜 狼透征扇扇鱼 我想应该就是 我面前的这一道菜了 小鱼你来品尝一下 好 我已经特别期待了 首先看看 这个个头特别的大 我想应该特别的肥美了 味道怎么样 特别好吃 首先它这个粉 没有我想象的 那个米粉那么粗 它是这种细米粉 然后它这个肉特别的筋道 狼透征扇黄扇 之所以鲜美可口 最大的秘诀 隐藏在雕叉湖中 雕叉湖的水源 来自长江最大的支流 汉江 优质的水源 让雕叉湖 出产优质的水产品 黄修岗的黄山养殖基地 就坐落在雕叉湖的湖边 黄大哥 我看您这儿挺大的 这一共是有多少亩的 我们一起有八百亩 八百亩 像这个网香的话 一共有多少 有两千口 两千口 那像一个网香 它能够养殖多少的山鱼呢 像这一个网香的话 我们就是养一年单的鱼的话 产年应该是六十到八十斤 又是养隔年鱼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百到一百四十斤 今年两千个香的话 应该整体销售的话 应该有差不多预计五百万吧 五百万 一个网香就是两千几百万 结合汉川的生态气候形化 黄修岗 将养殖技术加以改良 总结出了一套 适合汉川本地黄鳝养殖的方法 就是通过大棚赞养野生黄鳝苗种 对黄鳝鱼苗的品质 水温 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检查 确保黄鳝鱼苗的存活率 这个水槽一个是精华 这个网线里面的水质 可以 第二个是黄鳝鱼这个气息 它吃了之后它肯定要休息是不是 它就是起了一个气息的作用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深黄大半扇了 确实挺黄啊这个颜色 还得把它全部都捞出来吗 这个草 这个网大概有多少斤啊 大概一百来斤啊 一百来斤啊 哎呦 还挺多 我们这会儿起笼的话 就等于直接把这个网子拖起来 嗯 就可以了 把这个底子拿给它 把底子拿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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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泡 这最底下这个是什么呢 是 哦 在水槽里面它也会有螺丝 嗯 这一条真大呀 这还为不大 这还不是最大的 那您这最大能达到多少啊 一斤多啊 一斤多啊 一斤多 哎呀 来抓一条试试啊 这么大的黄山 它太滑了 哦 我抓了一条好粗的 抓不到呀 那我告诉你一个抓黄山的最有效的方法 好 你的手 把这个打这个要 要形成一个钳子状 像这样 像这样把它钳住 对对对对对 好我再来试试啊 瞄准了 直接一抓是吗 它就不会动点到 抓头 抓头部 抓中间 抓中间部分 抓中间部分 我再来试试啊 哎 我来试试 是筋刀挺大的 对它的筋挺大的 而且身上很滑 我抓一条小的试试 大的我抓不上来 小的大的是一回事 对吧 对对对 就是这样抓黄鳝是吗 这次感受了一下我们 丰收的喜悦 目前黄修缸的黄鳝养殖网香 有两千口 黄鳝的养殖面积 有两百亩 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黄鳝养殖合作社 年收入超过百万元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